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一竹 然後是表里日本的作者 很多人會講說 京都的世界遺產 如果你去查的話 因為有17個 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這裡面怎麼這麼多事 怎麼這麼多在拜佛祖 其實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事實 很多人都知道 皇武天皇這個天皇 他創造了現在的京都 也就是平安京 可是當時在京都落成的時候 其實京都裡面是沒有任何寺院的 連一間都沒有 它只有代表就是一間叫東寺 東寺現在還在 一間叫西寺 西寺的話現在已經不在了 西寺的原址 如果你去看的話 現在是一堆的民宅 西寺已經被埋在那些民宅的下面 東寺跟西寺 現在因為東寺你還找得到 當時的平安京落成的時候 它都是東寺跟西寺 夾著京都的入口 叫羅生門 羅生門這個名字 很多人聽過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因為當時會把首都 換到平安京這邊來 有一個說法 是因為當時的政權 天皇家 他想要逃離這種佛教寺院 對於政治的一些干涉 或是影響這樣 可是很有趣的 今天我們到京都去的話 京都什麼沒這個 就是廟上這個 你知道嗎 就是寺院最多的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到後來 新的佛教 也就是我們書裡面提到的 醉成跟空海 這兩位偉大的算和尚吧 他們從中國呢 就帶回了跟奈良時代 所不一樣的新的佛教之後 他這些新的佛教 開始在京都這邊慢慢的展開 而且 在書裡面 其實也會跟各位提到一個 另外一個更有趣的現象 就是 其實 日本的 不管是貴族 或是天皇家 都很流行 自己在退休之後 或是 沒有當上親王 沒有當上天皇的 這些皇清國戚 讓他們去出家 所以到後來 京都的寺院越來越多 而且這些京都 這寺院裡面 在當住持的 都是那些皇清國戚 都是一些大人物 所以這也是京都 它作為一個日本的 長年以來的首都 然後跟其他地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些寺院呢 因為剛才講過 它有這些背景在 所以很多它的財力都蠻雄厚的 而且歷史也蠻深的 所以你去看的話 它會有很多 那一些 我們怎麼講 歷史 長年的歷史所累積出來的 那些文化遺產 就是我們在講的說 一些美術品 或一些歷史資料 這些 那這些都還蠻美不生收的 那這也是京都的一個特點 這樣子 好這邊 這要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我介紹的這17個 主要的這17個景點 其實因為它被指定為世界遺產 文化遺產 所以說呢 其實它在台灣人之間 尤其喜歡去京都人 它的那個知名度其實都還蠻大的 那在這邊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 比方說大家都很喜歡去 藍山這個地方吧 藍山這個地方 因為它風景很漂亮 然後又渡月橋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地方叫天龍寺 那這天龍寺這個地方 大家很蠻喜歡去那邊 就是去觀賞 因為它風景很漂亮這樣 那其實天龍寺呢 它的背後有一個蠻怎麼說呢 耐人尋味的歷史故事在啊 因為當時這個天龍寺 它在建的時候 是一個後來的幕府將軍啊 叫足立尊士 然後它建的這間那個天龍寺呢 是為了道 怎麼說 悼念 為了要悼念一個天皇 叫後提湖天皇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了解這段歷史的話 你會發現 它在悼念這個後提湖天皇 其實它在生前的時候 跟著足立尊士 也就是它去蓋這間天龍寺的人 這兩個人是死敵啊 是死對頭啊 而且兩個人做對了很久 結果 這後提湖天皇死掉之後呢 這個足立尊士居然為了他 來建一間寺廟 來建一間寺院 來紀念他這樣子 來悼念他 來為他做供養 那這個聽起來還蠻 我們台灣人可能一般來講 會覺得不太能夠理解的這個例子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還是跟剛才講的一樣 希望這裡面這個故事 詳細的內容其實還蠻精彩的 那我希望說大家能夠來看我的新書 然後來更了解其中的一些歷史內涵這樣子 好 cioè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看我的新書 稍後再進來看我的馬來看 在《渡過法》 達成功的愛 那麼越少 找到白馬來看 能夠在不到 大家還是一至少 後來看他的 大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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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